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2024大湾区的电影和音乐晚会即将到来 大湾区的这场晚会以湾区声明乐为主题 吸引了内娱的众多知名人士和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参与 晚会内容丰富多彩 所有参与者都在现场演唱 而且观众收视率持续上升 这场大湾区的晚会或许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 全体成员都投入到了真实的演唱中 然而观众也觉得导演的收音标准过于严苛 完全没有混响的机会 这使得观众听到的音乐听起来就像是话筒发出的干音 完全依赖于歌手的表演才能 比赛开始时成龙的表现仍然出色 令人不得不赞叹他作为大哥的实力 尽管他的嗓音有些不佳 甚至有些抢拍 但他还是依靠丰富的经验和出色的表现及时调整了节奏 随后奥运选手的参与为节目带来了更多的看点 全红缠的麦克风发出的声响似乎更为响亮 这在合唱中显得尤为醒目 他敢于大胆地演唱 尽管有些旋律并不完美 但这确实验证了他的歌声是真实的 肖战与王祖兰之间的身高差异 让观众为之倾倒 黑与白的对比 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欢乐感觉 当刘雨宁后来出现时 他的嗓音显得非常沙哑 给人一种嗓子几乎要变得沙哑的印象 歌曲结束后 林一连的第一句也出现了走音 他的呼吸变得非常不稳定 幸运的是 后来他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状态 资深的叶丽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宝贵的教会 前辈港星的实力如今依然强大 上海滩这首歌触动了许多人的心灵 许多港星也站出来向前辈表示敬意 然而必须承认 对于名人而言 进行真正的歌唱 确实是一项相当费力的任务 这一点在叶丽一演唱时 也能明显观察到 涂鸿刚还现唱了一首名为你的歌曲 齐音调极高 在高潮部分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努力 这让人觉得这些明星们 真的是拼命地演唱了 有些节目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当黄启山演唱像云端时 观众似乎察觉到了他的一些跑调和走音 整体氛围显得有些空洞 尽管真唱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会出现音调不准确的问题 但在观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他却能为观众带来一种真实的感觉 大湾区的晚会节目编排 赢得了观众的普遍好评 一首歌曲接着一首 首首都是影视金曲 给观众一种仿佛参加了一场金曲演唱会的感觉 舞台下的明星与观众之间的交流 也相当有趣 当主持人蓝宇在中场串场时 他邀请了汪明泉 苏友鹏和樊振东等人 共同演唱《一生所爱》 肖战坐在阿云嘎和维维的中间 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维维甚至邀请肖战和阿云嘎一同 观看镜头并合影 之后整个桌子的人还拍下了一张大合照 显得非常放松 当镜头突然从舞台转向肖战时 他成功地抵挡了偷袭 并向镜头露出了欢快的笑容 搭配舞台上演唱的歌词 为何你还来触动我的心跳 我深深地被其甜美打动 杜江抓住了这个机会 悄悄地在台下与肖战进行了私下的交谈 似乎还让肖战写下了某些内容 不确定这是否是他的签名 黄晓明与肖战相互让出了位置 这一幕记令人捧腹大笑又十分可爱 有了这么多令人眼前一亮的节目和看点 大湾区的晚会在播出不足一小时的时间里 收视率就突破了二 并且还呈现出持续上升的势头 王力宏的加入使得晚会的观众收视率 再次攀升至顶峰 与此同时台下的众多明星也齐声合唱 宛如一场小型的音乐会 这场大湾区的晚会 与之前的中秋晚会有着明显的不同 直播真唱和精选歌曲 都是晚会成功的关键因素 因此 我们希望内余能更多地听取观众的反馈 以便为大家带来更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晚会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